19号还有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 让昨天发现了 就是在直升机山区失事 扣尔安全带也没有用 这是在国际间的重大消息 伊朗的总统跟外交部长 坐在直升机上 最后坠机了 现在已还已经找到 我们看到山区的画面 这是在搜救的画面现场 看到因为农物密布 这个山区坠落的 片片的碎网 几乎是已经找不到 比较完整的碎片 所以基本上没有人员生还 这上面做的是谁呢 这个做的是他们的总统 以及外交部长 其中公布了事故现场来看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温度 这个很热 像也都没有探测到任何的温度 全部殉难 包括了这个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 也公开表达了意见 他说伊朗人民不用担心 国务不会中断 但到底是为什么莱希这位总统 会突然坠机 在云雾密布的时候 飞到山区市而造成了 因为天气而造成了意外吗 进一步原因还没有公布任何的消息 但是外界的揣测非常的多 尤其是阴谋论 怎么说呢 为什么会有阴谋论呢 反对派唱谁 赶快找到尸体 其中社群平台X名 叫做恐惧警报 这样的账号 甚至宣称说 最早报导直升机已经坠毁失事的消息 美国出现了各种的施压 是不是有各种正常化要做什么 不知道 那或者是伊朗国内被敌人渗透 今年1月3号有个恐怖攻击事件 首席的核子科学家 还被以色列派人暗杀 这些消息 是不是都跟这个时间点有关 那以至于让沙国国王王储 萨尔曼亲王本来要访日的行程 也因此延后 我们不知道是他真的病了 还是担心各种美国的压力 甚至担心坐飞机 因为听起来是真的危机重重 这个阴谋论也不是说 大家随便猜猜而已 过去的确好几个事件 都让外界有这样的联想 例如伊朗的一位核科学家 遇刺案 发生在2020年的11月27号 这位被称为 伊朗的核计划之父首席的 核科学家 是跟太太到乡下去度假别墅的 高速公路上 被以色列情报机构 摩萨德暗杀的 那么根据报道呢 这次刺杀行动是用人工智能 跟人脸辨识技术 把这个枪械安装在一辆 日常的皮卡车上面 通过卫星在线遥控 所以就直接攻击 让这位被暗杀的 这个伊朗科学家 神秘被说神秘的死亡 那以色列的摩萨德的 暗杀名单上 必说还有好多位伊朗官员 科学家都在名单上 所以这次原因到底是为什么不知道 过去哈马斯的领袖 圣城旅指挥官 被以色列 直接精准空袭身亡的画面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 这个精准攻击呢 是直接用刀片飞弹来攻击的 这个是哈马斯旗下的 圣城旅指挥官 哈比德 被以色列的空袭 模式精准 急准坐车 最后刺杀身亡的消息 那么各种的 类似的案件发生的时候 都让大家怀疑阴谋论的其中可能性 包括斯洛伐克的总理遇刺 内政部也发布认为 疑似是 非最初估计的孤狼斯犯案 有可能还有其他人背后的指使 让整个事件更为复杂 那么再由伊朗总统莱西的直升机 映着过这件事情呢 居然以色列官方的发文是 让大家匪夷所思的 他居然在官方账号里面公布说 有情提示 在农物中驾驶直升机并不安全 还讽刺怎么总统跟外长 同样坐在一家直升机上 太愚蠢了 这是官方账号 对于人民可能丧生的 这样的消息的时候 是用嘲讽的口吻 也是不可思议 而以色列战时的内阁 现在正在产生内讧 被说纳坦雅胡遭围困 左右为难 总理大卫有可能不保 在跟加沙走廊的各种冲突里 意见不一致 所以现在是不是有各种的阴谋论 跟纳坦雅胡的处境也有关系 干脆就先把伊朗处理掉 当然我们知道这位 现在已经身亡的总统 他也是属于比较激进派 主战的这一方 亮哥 伊朗发生这样的意外 全球震惊了 但阴谋论 大家揣测纷纷 怎么看呢 这个是当然 我听说第一时间 美国就拼命向伊朗解释 说跟他没有关系 不是我干的这样 对对对对 那当然伊朗国内 是比较指向以色列 不过基本上这个就是要调查 你也不能随便指控 可是因为很怪 就是说三架直升机 如果是天后因素 怎么会刚好只有你有事 只掉了一架 两架平安回去 对啊 所以首先可能要先看调查的结果 不过就是这个莱希 他本来就是强硬派 可是他在伊朗的政坛 他的分量并不重 因为伊朗最主要还是 那个最高领袖 就是那个 哈梅内伊 哈梅内伊 哈梅内伊已经85岁了 那哈梅内伊 他心目中的接班人就是莱希 那莱希是强硬派 所以这样就可能要先组合 从那个保守派里面 托一个人来准备接班 因为85岁年纪已经够大了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最高领袖 已经平临要换人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这个莱希突然就发生意外 那莱希事实上他过去的这个经历 也容易让人家觉得他国内的政敌很多了 因为他是司法部的 所以他以前处死了很多政治犯 这等于是他干的 这个有点像那个印尼那个普拉伯沃 他后来不是跟那个 那个左柯威的儿子合作吗 那才有办法得到年轻人的票 那这一位莱希先生 他因为他以前处决了非常多的政治犯 所以伊朗的反对派对他是有仇恨的 所以我认为 这个坦白讲我这样讲有点无情 说换一个人也许对伊朗的政局会好一点 就是至少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值 那么鹰派跟激进吗 他不是 他是鹰派又曾经历史上处决过很多反对派 成为攻击的目标 所以你就容易成为仇恨的目标 那如果你真的接班 接了最高领袖 那我认为对伊朗不一定是好事 就是伊朗事实上三个权力巨头 就是最高领袖总统 然后这个革命卫队的指挥官 那这三个人里面 目前最没有力量的就是莱希 所以我才说影响不会很大 那就是这个保守派要推派一个人 不然现在副总统就先接 50天内要接任 那可是就政党来讲 保守派一定要推一个领导人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认为对伊朗的证据不一定是坏事 因为这个就是很现实 就是你接任的人可能没有你那么强硬 而且没有你以前带有那么多的政治的仇恨 所以对伊朗来讲不一定是坏事 因为伊朗目前很多事情已经卡住了 比如说他通过膨胀常常动辄超过30% 然后会因为加油站占个价就要引起暴动 就表示你这个政局其实并不是很稳 那这个你简单只能够说是反对派零零碎碎 没有办法团结成一股力量 那像上次国会选举 既然有数百万人杯葛投票你知道吗 结果造成保守派大胜 怎么有这么蠢的行为呢 对不对 这个再怎么样也要投票 那可是就发生这种事情 就表示他这个国家反对派 其实就是有点支离破碎 然后很多小的经济政策引起反弹 就会有那种群众运动各地出现 所以我是觉得他恐怕也要做一些 内部的一些改革跟整顿 那政治有时候就是这样 你换一个人搞不好会有新的机会 所以这次坠机的影响会是什么呢 那当然前阵子伊朗的军事行动 有哈美尼在 所以他说所谓的国政不会中断 可是的确是比较激进的啦 包括用导弹攻击以色列啦 或者是扬言要动用核武器啊 兵哥你怎么看现在伊朗这件事情 对他们的影响 其实我必须讲 上一次伊朗攻击以色列那个做法 我觉得还挺有技巧 也就是我确实大规模攻击了 但是我又让你都拦到了 然后整个损伤也不是很大 双赢嘛 对就是双方都有一个台阶下 其实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是很怀疑以色列会选择 在这个时候去干掉 这个莱希 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去节外生枝 去干掉伊朗的领袖 这个对他来讲并不见得是一盘好奇 因为万一被人家发现 其实整个情况有可能急转之下 会变得更糟 那搞不好会激起阿拉伯世界的公愤 也不一定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候 以色列会去做如此大胆的行动吗 我是存疑的 那当然目前他到底是被人家暗杀了 还是直升机固葬还是怎么样 到目前为止消息都很混乱 所以这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而且伊朗本身那部政局是 本来就有他自己的不稳定性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再去看 但是原则上不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决定 大概就是第一副总统直接去接 接大概就暂时可以稳定下来 因为只要哈密尼还在 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只是说这个美国在施压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 他们之间要就是关系正常化 我一直觉得在这个时间推我是觉得很奇怪 这个时间我怎么都想不出来 沙特阿拉伯会在这个节骨眼去同意跟以色列建交 或是进行更深一步的交往 因为这个对沙特阿拉伯的立场会陷入 立刻陷入非常尴尬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是觉得 我很怀疑美国在这个时候 会给沙特阿拉伯多大的压力 然后沙特阿拉伯会予以接受吗 我是想不太通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 不过最近真的世界上发生了很多的这种 这种刺杀的状况 所以表示这种乱局越来越多 而且大家都会采取这种相对比较激进的这种行动 那这个当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如果这种到处都呈现这种突然之间刺杀状况的话 其实这个会对很多 就是各个国家潜伏的那些反对派或是不满分子 会产生一种暗示性作用 也就是其他国家这样解决 那我们是不是也来采取这样解决 那你要知道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几乎都会有一些不满或是一些纷争存在 那会不会引导的让这些人铤而走险 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个人是还蛮忧心的 那但是 好说讲 伊朗因为它在中东 其实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然如果它呈现一个乱局的话 我觉得对现在本来就已经错综复杂的中东情势 是会更加不利 那当然 所以美国在第一时间也会赶快跟他讲说 不是我们干的 没有这跟我们无关 那就是希望这边不要乱 因为如果伊朗也跟着一起乱 因为伊朗是 它是两种势力在头 它有保守势力 也有比较冲动派 那些冲动派的到底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说真的也没有人知道 那最后就是 以色列现在这个局面到底要怎么解决 假设 假设伊朗这个真的不是摩萨特干的话 那以色列现在 它到底有没有办法快速解决拉法的问题 如果没有办法快速解决的话 我个人认为时间拖得越久 以色列自己内部遇到的反弹也会越大 到时候恐怕局面更加不可守死 因为周冬现在已经够乱了 小金长如果就这一架 坠毁的直升机来看 有两种 我看媒体上有两种报道 一种是说 它是什么可能总统的专机 可以这么容易轻易 一个农物就可以坠毁了 另外一种是说它有点老旧 过去有一些失事 或者小小瑕疵的记录过 你怎么看呢 如果按照军方的作为来讲的话 或者是政府机构的作为的话 一定是挑这种机灵最短的 也就是它服役期间最短最新的飞机 给元首使用 那至于说相关的飞行员 一定也是挑最好的 可是诚如刚刚所讲的 三架飞机两架飞机飞出了 如此的一个恶劣天气 为什么只有这架飞机出事 那如果说我们看一开始的那个画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它天空中是 不知道是飘的是雪还是雨 那也就是说 不是不是 它是有一片一片的 那那一个呢 其实也就代表它的 天气相对比较恶劣 而且到底是如何恶劣 然后会让它直接的 坠毁在山区 这个部分我不知道 这架直升机上面 有没有类似黑盒子的装置 如果有的话 日后我们才可以清楚的了解 这个到底是什么状况 但是也未必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驾驶员的问题 或者是机上人员的问题 那这个又是一个无头公案 那最后看起来 飞机状况很正常 为什么会坠机呢 还记得吗 之前俄罗斯最大的佣兵 它的那一架直升机 一样也是掉下来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那另外我们看到 有关于以色列里面的政局 也就是甘孜跟纳坦雅胡之间 那如果说我们看到 上面这个是最近的一份民调 纳坦雅胡它的民调是35% 其实然后我们看甘孜的话 它也是战时内阁的成员 它是45% 其实这15%是下降的 这个纳坦雅胡的35%是上升的 如果我们对应看今年2月的话 纳坦雅胡其实是32% 现在是35% 甘孜当初是48% 现在是45% 那其实这个也就反映了 以色列真正的它的一个国情 为什么 因为虽然大家这么多人 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内部 也有非常多的示威游行 反纳坦雅胡 但是他并不是反战争 也不是反那个 以色列的部队在加萨走廊的行为 也不是反这个以色列 限制了加萨走廊的这些人到援助 他真正反对的是什么 是纳坦雅胡 你怎么还不下台啊 而且他纳坦雅胡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缺陷 也就是说他不愿意跟哈马斯达成 一个人质的协议 也就是人质现在看到活的并不多 可是看到的遗体越来越多 这个是家属真正所担心的 那如果这样一直下去的话 其实我们并不 我们很难猜测以色列会变成怎么样 不过加萨走廊的 现在的一个危机 似乎有所缓解 为什么 因为美国所搭的那个跳板 从今天开始已经大量的运输食物跟医药 进入加萨走廊 好 世界很乱 当然尤其是现在狂人政治家当道 这样包括了阿根廷总统 很少看到有这样特殊的政治行为 他到西班牙去出访 可是出访期间他完全不见任何的官方人员 反而在跟在野党竞选期间的在野党的一个活动里头 直接这位米雷伊啊 直接在马德里的活动里面公开的演讲 就说暗指人家的西班牙总理桑解释 他的妻子贪腐 西班牙的外长阿尔巴雷斯 立刻非常愤怒的宣布 要召回驻阿根廷的大使 他认为米雷伊的行为已经把西班牙跟阿根廷呢 直接带到史上最糟的一个关系的这一刻 因为这米雷伊很特别 他三天到西班牙出访的行程 就是说不见任何的西班牙国王啊 任何跟官方有关的人 那只参加了这个最大的在野党 就是桑解释的最大对手 极右翼的活动 这个集会里头就这样攻击对方 那双方当然一段时间以来 一直都是外交口水不断 互相就很不对盘 这两个人的关系 以至于在去年年大选的时候 支持米雷伊的竞争对手马萨 让米雷伊胜选之后 也不跟他联系 互相可能连恭喜都没有 所以现在到人家的这个土地上面 去攻击对方的妻子 涉及贪腐 好像就是他的一贯风格吗 当然西班牙交通部长就表示 过去也曾经暗示过 米雷伊服用毒品 互相攻击互相伤害 米雷伊就忙了几个小时之内 发表官方声明说 这个所谓社会主义政策 只会带来贫困跟死亡 至中产阶级与险境 当然阿根廷的通膨问题很严重 他的经济状况是 全球看到很难收拾的 例如一个很小的例子 民生的这个议题 首都的地铁票价 居然可以一个晚上 增加360% 你可以想象吗 这如果发生在台湾呢 因为呢 米雷伊所发起的 这个预算紧缩运动 要提高这个国家的 公共交通成本 所以首都布宜诺斯 立刻地铁票价 上涨一个晚上 360个百分比啦 那目前的通膨率是什么 很不可思议的 289百分比 那最新的印钞 是由谁印中国 大陆这里帮忙印钞的 这个造币集团 印了1万 批索 这个批索呢 进到市场里面 看起来 这个都是这种 万级的 这样的钞票 在想办法 一直在印钞票 但问题通膨 这么严重 这么高的比例之下 经济状况 当然非常的严峻啊 那米雷伊在节目上 选前就曾经讲了 他想要甚至一度 主张要把 国币全部变成美元吗 他这些说法呢 当时已经显大的轰动 选上有做吗 那当时他说 这个只有 阿根廷唯一赚钱 只有政客 所以要放软态度 什么 现在当选之后 反而是放软中国的态度 不再强调 这个货币要换的事实了 那来看看秘鲁好了 秘鲁的总统 在南美洲这里 拉丁美洲这里 也引起了很多关注 因为今年6月 他就要访问中国大陆了 那么预计 议程会涵盖各种主题 尤其是关注 中国的牛肉出口 那光是中国出口肉类 这个部分 跟着估计下来 就可以帮秘鲁 带来30亿或40亿美元的 经济收入 这个是秘鲁农业部长讲的 由中资控股建设的 秘鲁前凯码头 从11月投入营运之后 就借助了前凯码头 带来的优势 有希望可以向新加坡出口 冷冻肌肉等等的 当然就可以有很大的商机 改善一些 这个国内需求的经济出口 还有APEC的贸易部长会议 秘鲁登场 那么中国大陆的部分 则是呼吁 要摒弃零和的思维 不搞脱钩锻炼 不见封闭的排他小圈子 想要把这个市场 跟通路给扩大 当然现在航运股 全球都一样 各种航运费用 都不断的飙升当中 尤其是在中国大陆 这个部分 因为从上海港出口 到各大洲的航线 南美的航线 涨势最猛 怎么说 因为跟数字比起来 跟年初比一比 已经涨了130.47个百分比 业内人士说 因为船公司都在加大 对南美市场的开拓 还有因为南美很多的 蠢蠢欲动 要对电动车增加进口税 所以及早传出来 各种电动车业者 就赶快把车运出去 运到南美等等 以来规避关税 到时候进口就从南美之后 进去美国等等 其他地方 这都是其中很大的因素 本来全球在 各种战争因素里头的 航运的费用 就已经不断的在攀升了 亮哥来看看西班牙 跟阿根廷两国元首 很特别的这种交锋 这个当然是米雷自己造成的 这个就是 事实上因为阿根廷的总统选举 是两轮选举 事实上他第一轮 他不到25% 那第二轮就赢了 因为就是右翼政党就集结 那这个就是 这个跟选赖清德一样 就是你要选这种人 你就要承担后果 当然是这样 就是那不然谁叫 你要让他当选 对不对 那当然柯P也要去反省一下 你如果跟侯友一刀 搞不好不会有这种状况 不过不管他就是当选 那他就是一个 完全让人家摸不透的人 不知道你在干啥 这个通膨一下压下去 现在又突然又飙起来了 那本来还说他不要用 阿根廷的批索 要全部改美员 结果美国连理都不理他 像他这种货币谁要用 然后他现在又要退出金砖 然后现在发现经济不行 又想要请求金砖银行来协助 就乱成一团嘛 那个巴西鲁拉最聪明 巴西总统鲁拉 在他当选之后 他就说 我半年内不会理他啦 看他半年之后稳定的没有再说 还活着吗 不就是这样啊 就是他那个子弹都一直在乱飞嘛 那你要叫人家怎么依依你 那反而在他周边的国家 像巴西 人家就很稳定啦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秘鲁 你刚刚提到的秘鲁 这张秘鲁喔 不要小看那个前凯港 那个前凯港如果从那个巴西拉到秘鲁的前凯港 那个铁路完工喔 那以后巴西很多在他的巴西中部的农产品要出口 他就不用绕过巴拿马运河 他可以直接从秘鲁的前凯港就出口 他事实上是铁路也是大陆投资的 这个可能会改变整个南美洲跟中国的贸易关系喔 而且会让巴拿马运河受到蛮大的冲击 因为巴拿马运河跟美国比较密切嘛 那可能就会导致啦 就是我认为中国大陆会因为前凯港的开通啊 然后铁路的开通 然后从巴西会开始进口更多的这个农产品啊 甚至还可能会波及巴拉圭喔 所以这个台湾要小心了啦 因为巴拉圭理论上也是可以种大豆的 因为中国大陆政 他不断的在降低跟美国采购大豆嘛 那目前他跟美国采购大豆的比例 已经低于巴西了 那未来大家也知道嘛 因为中国大陆也要到西伯利亚去开发农场 那可能也会种大豆 所以未来美国的大豆龙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办 他的大豆不知道卖给谁啊 因为光是中国大陆大概就已经减少了1000吨 1000万吨的大豆的收购啊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有影响的啦 不只是秘鲁自己的农产品可以出口 而且还会包括巴西 等那个南美洲的这个东部那些国家可以从这边出口 的确通路为王 谁拥有的通路运费可以节省 当然就可以更促进经济的繁荣出口了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阿根廷跟西班牙元首互相的这个口角冲突 但其实在阿根廷境内经济的情况更是严峻 阿根廷的新任总统 他在去年12月10日就职的时候 他高喊两个口号 自由 另外一个是电锯 为什么喊自由大家都很清楚 那至于喊为什么喊电锯啊 其实他是谈到说之前的领导人 遗留了下来一大堆的外债给他 第二个也就是他除了尊洁之外 他别无选择 他就使用电疗的治疗的方式 也就是把这一些我们讲到的尊洁 也就是用电锯来看 但是事实上有没有效 一点效果都没有 这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了 选错总统下场就是这样 意思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说 他一夜之间 他的那个地铁 其实票价涨了百分之三百六十 但是这不是第一次 他在去年的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他上任后的四天 他的车票 公车票 从五十匹手涨到五百匹手 怎么样 这样子也是很震撼的 另外我们来看 他的一个币值到底贬成什么样子 我们就看这个就是他就职的时间 开始我们就看到 披手一路的下 一路的狂扁 那狂扁的数量是多少 他原来对美元是七百三十五 那在这个位置点是七百三十五 然后可是我们看到 今天最新的是八百八十六 你看已经扁成这个样子 扁成这个样子 那刚刚还讲到他有非常多的一个负面的评价 怎么说呢 我们继续的看 也就是说 他今年的预测的GDP 他会跌百分之二点八 能想象吗 第二个 我们看到他2024的预测的通货膨胀 有百分之九十三点七 那但是去年他的一个通货膨胀到底有多少 是百分之二 两百一十一点四 所以这个国家要如何的挽救他的经济 最新的通膨是二八九 对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经济的 去年的数字 对 今年的数字 今年吗 但是不是最新的 是二月的数字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说 这个阿根廷他除了领导人之外 他的央行也很奇怪 他的央行也就是现在他要 他将实质利率降到负值 为什么降到负值呢 他要减少批索来支付利息 那这样是得其反 然后当然这个 我们恶性循环的结果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阿根廷 那我们看到西班牙跟阿根廷像这样的冲突里头所展现所谓就是国与国之间情绪性的冲突了但是国与国的区域平衡更重要你看贸易大战 不是我觉得这个米雷伊他真的有点毛病 也就是他提出了一大堆那种 基本上就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东西 然后他现在在做不断的修正 然后对一个你才刚刚掌权人来讲 你没有必要去结外生枝去得罪 而且跟你不相干的外国人去得罪他到底干什么 你可以不喜欢他 也许他支持你的竞争对手或怎么样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基本的礼貌还是要重视 特别是你怎么会到人家国家料理西班牙国王西班牙政府的官员全部都不见 然后然后在那边到处 这个根本就不像你根本就去制造仇恨嘛 你就找敌人嘛 阿根廷现在很强吗 经济状况很好吗 你自己都交头烂额的时候还拼命帮自己制造敌人 这不是乱搞一通在干嘛 那米雷伊本来打的如意算盘是 各位朋友们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浅秋 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讨论最新国际国内议题的来宾 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 大家平安 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海军舰长小舰长吕礼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520就职典礼新的团队新的国政成立了 而在凯道上面520这一天我们看到了有巴勒斯坦的棋子 美国的国旗飘扬 独派们还在喊小草们醒醒吧 要喊年轻人回来民进党吗 那甚至说指控蓝白阵营出卖台湾吗 那相对的也有民众怒呛台独闹孙 就在警服门前 这里是一个城抗区 这个区域就让一些民众有不同意见的人可以在这里表达嘛 典礼一开始就陆陆续有民众进出啦 当然各种的呛哭都有 那但是这个典礼进行是被说是从上一次蔡总统第一任当选的时候的规格 有雷虎小组啦 喷彩烟啦 各种很规格很高的画面 我今天早上在路上也看到了我们的国旗直升机啊 机队编组在飞在半空中 但是呢这个当中所展现的就是要以实际行动展现战训成效 这是国防部他的对外的新闻稿 而可为20年之后雷虎小组再度的为总统就职来冲场 这样上场面带来的是怎么样的赖兴德的新时代呢 赖兴德总统现在已经当选了第16任总统 正式上任之后 他说民主和平繁荣是国家路线 呼吁全民团结 为国家的生存发展 他会透过民主的力量团结所有国人 壮大国家 另外同时来看到的是 柯文哲在519游行会场前 就是在就此之前 带的是民众党有8000人在现场 据说现场 线上好像也有6万人 那相对于在立法院包围的有多少人 400位吗 甚至有人说一两百人 不知道 这样这些青年在包围立法院怒呛黄国昌站出来面对的时候 北市特勤还带了这个甩棍啊 树袋啊来备战 所以当在野党要合法申请游行 结果侵略执帐党 侧义来闹事啊 你看看在 金牌妹出现在民众党的 五一九草根行动 还有这个四叉猫 结果被发现 这个是由徐福他们所公布的 就发现他们居然登记在 记者的名单里进场的 那么当记得这个名字 比方说四叉猫 跟鸡牌妹呢 像郑嘉纯呢 他们也不敢自己去拿这个证 所以还要由别人带领哦 搞了半天到现场去 还要在直播啊 做访问 以记者的知名 都新角色啦 就是用骗的啦 骗到人家现场去 要闹场吗 那再来看看馆长咯 他怎么看 今天五二零就职 赖子龙同志谈话 我是一个坚定的台独分子 不是台独归孙 现在在吊虾的那一个 守护台湾主权是我们的DNA 而不是你民进党 跟民进党支持者 拿来做一个意识形态的对立 支持我们民进党 你就是台湾人 不支持我们民进党 你就是中共代理人 原来是只有鸡排 没拿了这个记者证 进到这个现场 馆长也是昨天 在会场上的谈话 但无论如何 中国大陆对于 赖青德的最新总统 他的谈话 回答是有什么说法呢 刚刚国台班 跟中国大陆的外交部 都已经发了声明 而共鸡 共剑 在台海周边的活动 持续的在各种的演练 密集的进出当中 国防部的新闻稿 告诉大家 到上午六点为止 一共征获六架次的共鸡 逾越了海峡中线 剑刺部分有七艘 持续在台海周边的活动 那么所以传出来 总统就是这一天呢 空军直接召回 所有的飞官来待命吗 国防部就赶快澄清说 哦没有 我们只是维持常态的运作 没有提升战备啦 那都是正常的 兼真活动 没有特别 全部召回 或特别的紧张 所以今天很多媒体 要访问新团队 新阁员就任之后 包括了问顾力雄 他怎么看 国防部长即将上任 看两岸的关系跟评估 他说不应该由我来说 两岸危险会增加吗 他说我想赖总统的演说 会依循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亮哥依循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吗 他按着中华民国的宪法 来就任为总统了 但谈到的两岸关系 却现在看起来是更危险 风险更高了吗 赖清德的论述 就是把我们所认知的赖清德的想法 全部都直接探出来了 真的就是 我们说他的想法都写在脸上 毫无保留 就直接讲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台湾中华民国 台湾中华民国都是国民 这个显然就是两国论了 而且他真的就是这样想 他大概就觉得说 反正我不想掩饰了 我就讲出来 这个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就是中国大陆是外交部先回应 是汪文斌的东西先出来 然后接下来国台办的陈兵华才出来 那通常是这样 就是2016年赖英文的就职演说 大陆大概隔了五个小时才做出回应 那我们事后有了解 是国台办有部分人认为可以过关 可是到了上面的国安系统是反对 那后来不是为达丸的考卷吗 就是给蔡英文的定调是这样 那这一次我觉得 就是直接死当了 就是中国外交部跟这个国来办 就是直接死当了 他说死路一条 我说直接死当了 就是没有争议 就绝对是死当了 那他们我觉得他们是在判断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是不是美国策动了 是不是有美国合谋这个因素 那我认为他们判断是 CN的报导就已经告诉大家了 所以说是嘛 那是就是外交部先回应 然后接下来就是陈兵华的回应 那接下来就是反制的措施是什么 这个还没有讲 还没有讲 可是一定会有 所以大家安全带要绑好 而且我认为如果这个事情 背后是由美国 就是合谋了 就允许这样的论调了 那我认为就会一路玩到11月 就是台湾牌 他就一直一路打下去了 或者他的选情 我觉得也包括外交上的斗争 因为普京刚访问完北京 那个普京刚访问完北京 那美国对中俄联手 也是非常火大 那我觉得就有一点就是 互相杠起来了 那他就大概 我认为以美国这种国家 赖清德的演说稿一定有AB版 那大概就是放手说 你就讲你的A版这样 就说你要讲什么你就讲吧 我也无所谓了 因为我在想 罗森博格在1月13号之后 要来过两次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 不了解赖清德要讲的内容 要讲的是什么 对 那可是应该这种事情 会比较仔细的运作 就是说依我以前 因为我曾经参与过阿扁的部分 都是有一个最后的定稿人 那由各部门就是汇整 可能写什么样子 写什么样子 然后最后做汇整 那一定有比较硬的调子 比较软的调子 然后最后做一个组合这样 那我觉得美国大概最后就是说 你就你就讲你要讲了嘛 那所以出来 放飞了吗 我觉得他本来就是这个立场 他也没有违心之论 说实在 他本来就是这种立场 那可是坦白说 两岸互动是这样 就是你要打什么牌 你就会有什么牌来回应 所以你今天看到台股就非常典型 台股今天市场开盘是涨的 也涨不多了 涨不到100点 跟日本韩国不一样 前两天比起来 可是今天雅谷日韩都是大涨 可是到了中盘就掉下来了 尤其清早观光股一定要 那个瞬间就掉了100点 那个是在两岸互不隶属那段 那个跑几跌 然后呢 然后你就看到撑盘 撑盘到最后是涨了一点点 像熊师 熊师就跌了3% 我觉得他前面 我觉得你如果要做国家的定位的论调 那是你的立场 这个我没有意见 可是你还把就是你要怎样怎样怎样 我们才能够怎样怎样怎样 弄得一副好像大陆对你的善意的 你就是一定要先在政治上 有这样的认知 那后续的政府之间的那个民间交流 才可以进行 我讲的政府 就是说必须要有政府政策支撑的民间交流 所以为什么旅游股会非常失望 因为他们大概认定就是没了 那可是可能还不止这样 因为你也知道 那个贸易制裁贸易壁垒调查 只公布了第一波 只公布了第一波 那后续还有了一大堆了 就是我认为只要有政府需要出面定调的两岸的政策 可能都会出问题 那这个是他自己的选择 事实上他不一定要玩那么大 可是你要这样玩那也没办法 宾哥的确虽然在谈话里都讲的是说 我们要要求两岸可以开始对话呀 我们可以有些人对话 但就是有一些前提条件 这前提当然就涉及了最敏感的部分 所以他即使后面喊说 我们要观光重复 可以开放了 或者是说我们学生最好可以先来交流 或者是这个前提就很难从事存在 基本上不可能了 我觉得因为赖清德这次很明显的 比蔡英文又更往前走了一大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认为老共会容忍这种情况出现 所以接下来两岸之间 至少在未来这几年大概是不会有任何交流 我认为就是这样 然后大概大陆那边会加强对台湾之间的一些措施 那包括观光啊 甚至这种农予产品啊 或是其他的这些东西 我看都会开始紧缩 所以我认为大概就是这样子 因为赖清德讲了大陆最不能容忍的东西 实际上也是完全不符合我们宪法的东西 这个顾力雄亏你还是学法律 你还说什么一切符合我们中华民国宪法 请问一下中华民国宪法 哪里有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不隶属 什么时候有讲过这个东西 然后台湾是国民 到底是宪法里头哪里规定的 赖清德已经完全超越我们的宪法 他在走他自己的路啊 这是非常明确的啊 那我也认同这是美国人允许的 因为你看美国国务院也直接称呼他台湾总统 对啊 所以就很明确了美国就是说赖清德你就这样干 那赖清德就很高兴就这样干 那但是问题是赖清德这样干之后 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我想不会有人天真的以为 老共会继续想要去跟赖清德谈 测他的底线然后双方慢慢协商 不会有这种事情出现 绝对不会 两岸之间就是一定会进入 比蔡英文时代更加恶劣的状况 蔡英文时代我们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交流 和期现在是 现在啊现在是风动期 哈哈整个就是冻结 冻结还算好的哦 我就跟大家讲冻结还算 冻结只是大不往来哦 接下来恐怕比冻结还要惨哦 你今天看大陆的飞机跟军舰来的其实不算多 我认为大陆未来接下来的采取的动作 恐怕不只是演习这么简单 不是吓吓你而已 我觉得他会采取实质的东西 会实质让台湾有感的动作 包括经济的层面 包括其他政治方面的层面 那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接招的东西 这个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因为我们自己的选举制度 我们自己选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总统 那当初选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一定会有这个后果 这百分之百会有啦 那现在就是应验了嘛 那应验了大家要怎么去面对 未来两岸之间旅游什么全部都不可能了啦 我认为两岸像我们现在对中国大陆的依存度相对低 对不对 我跟讲未来会更低 我认为两岸之间的经济活动 未来会减少非常多 最新是28.5 对啊 因为最高的时候蔡英文的时候到43 那现在到28.5 我看未来可能会到15以下 我是觉得非常有可能 那就是大家 也可能是被迫不宜存了 大家就是要怎么样去面对 我们的产业如何转型 怎么样让厂商继续生存下去 然后这样的冲击我们人民怎么接受 这都是政府必须要去考量 你不能只是一时寒爽 寒爽完之后你要去面对这个事实 所以这就是接下来才是赖心得真正考验的开始 大家帮好安全代骂两个说 小舰长 让我们看到最近的军机啦 或者军舰啦 到台海空域当中 观察到的现象是什么 接下来又有怎么样的预判呢 如果我们看上一节的题目 它有一个标叫做 赖打造经济日不落 经济三方面全是劳梗 政治方面也是劳梗 也就是这是蔡英文在2021年 总统文告的时候 她就提到四个坚持里面的一个坚持 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她现在又把她现在的赖总统 她又把她讲一次 她讲了这么一次 其实强化了这个互不隶属 而且在里面我们大家要仔细的 那个了解自中的含义 虽然赖总统是说 我们可以启动双边的那个对等的观光旅游 以及学卫生 来台就学开始 当初在马总统时代 两岸的这个学生 就交往人数最多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四星大学念新闻硕士 那个时候一个班上面的二十几个学生 如果以陆生来讲二十个学生 里面可能只有一个学位生 其他十九个全部通通都是交换生 她现在把她框线到学位生了 而且交换生真的愿意来吗 以现在大陆跟台湾的这种关系 我相信他们的家长也不放心 那至于说 大家很喜欢看这个海空的 那个空域活动的这个示意图来比较 那其实我们如果比较这两个 我们会其实会有一个很惊讶的部分 也就是五月二十号 今天早上公布的 其实只有六架次 六架次通过海峡中线 可是我们看五月十五号 还有四十五架次 五月十五号发生什么事 我看了半天 没有什么事发生 唯一的事情就是 国台办惩戒五个名嘴 难道他们是来庆祝的吗 庆祝惩戒那五个名嘴 惩戒二一林将军 惩戒那个他每天都胡说八道 还说那个福建建上面有裂痕 所以解放军的演习 其实我们很难预料 为什么我们来看2021年的 他们在南海的军演 这个南海的操演的范围里面 到底有多少艘船 这里面包含了三冬号打击群 那他这里面一共有三十艘船 有曾经报道过吗 并没有 也就是解放军在南海这样的演练 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媒体 甚至所谓的专家学者 都拿这些图来作为一种研判 但是其实不能研判 我们最多只能看他的一个趋势 或者是日后得到了什么样的讯息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分析 例如说我们看到说 在191年 我们可以看到1月4号 解放军的那个个型的 无论是运巴反减机 或者是寄针机 或者是通信对抗机 所有的都在西南防空识别区 我们知道在做什么吗 我们不知道 后来终于 终于南华早报告诉我们了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危险的事件 也就是解放军跟美军在南海下面进行争斗 这个是后来才知道的 可是我们当天看这个图 其实看不出来 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其实就像刚刚正亮老师所讲的 现在请大家扣好安全带 那个准备做云霄飞车